好 继续来看看蔡英文推出来的十年正纲第三部 今天最新的教育篇出炉了 特地邀来前政务委员林万亿教授操刀 拟定了教育白皮书 期待在民进党执政八年之内 推动十二年的国民教育 要重燃学生的学习热情 而在同一个时间点 马总统竞选办公室也启动了单车环岛计划 小男孩没戴眼镜张开双臂 开心微笑坐在象征飞往未来的黄色箭头上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十年正纲教育篇 要给台湾下一代一本无压力的教育承诺书 希望让学生在高中毕业以前 都能够从考试中解放出来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十二年国教 能够朝全面免试的方向来推动 不忍心看台湾学生让一关关的升学考试压力 扼杀了学习热情 蔡英文十年正纲教育篇的第一张 先帮新兴学子泄压大解放 请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昔日 台北线老大党林万亿教授 建构教育政策白皮书 真正的达到免试入学 而且其成在八年内 也就是两任的总统 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 长远的规划来讲 我们这样的说法是比较负责的 不是把学生这样的切割 把前途这样的切割 期待在八年内推动十二年国民教育 这一边蔡英文讲起下一代长篇大论 另一头对手马英九也组成单车环岛军团 15天要骑铁马 拜访为台湾默默贡献的土豆人 因为她本身是常常骑单车 我们就早一天来发起说 我们干脆就骑单车 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 来拜访更多台湾的土豆人 2012总统大战 一个大谈教育政策 一个发扬在地精神 拉拢明星 抢选票 双英一进一动 各出其招 三世黄大风陈美亭 台北采访报导 好 接下来